大家想不想知道PS5 Pro的游戏画面长什么样 其实用PS5也能够体验得到 体验个大概 这个测试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你得有一个4K的屏幕 如果没有4K就不要体验了 也不推荐买PS5 Pro 下面正式开始 第一步进港府商店 搜索FF7 第一个最终幻想7重生第二章 然后点三个点 点查看产品 然后再点三个点 右侧会出现一个菜单 有两个体验版 选第一个 这两个体验版是语言不同 比如我们选第一个 然后往下滑 滑到右侧 有个屏幕语言 有简体中文 这两个体验版都是免费的 第二步进入游戏 进入游戏之后 选Option选项 左侧有个图像设定 右侧有画面模式 一个图像一个效能 我们选择图像 然后进入游戏 然后我们再找一个光亮的地方 看克劳德 这个画面的清晰度 大概就是PS5 Pro的样子 可能不是一模一样 但是也是差不多 但是帧率不是 帧率得是60帧 现在是30帧的 那60帧的帧率要更流畅 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继续进选项 它这叫系统了 选Option 图像设定 然后把图像改成效能 再回游戏 现在这个画面分辨率降低了 很糊 但是流畅了 这个效能模式的流畅度 是60帧的 也就是说PS5 Pro玩这款游戏 是图像模式的画面 加上效能模式的帧率 两者兼得 但是在PS5上这款游戏 你如果要好的流畅度 那就降低分辨率 想要好的画质 就要牺牲帧率 在PS5 Pro上是两者兼得的 但是有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你得有一个4K的屏幕 否则你是看不到图像模式的高画质的 我知道现在很多观众都是在手机上看的 在手机上看你是看不到画面的清晰度的 也看不到流畅度 因为手机上的画面基本上都是1080p的30帧 一定要自己亲身感受一下 好 以上内容分享给各位 给各位参考